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今天第一天来学校上课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一些爱美的女生拉到了角落里 因为嫌她的裙子太长了 她们接着就把女孩的裙子往上提了提 然后温柔地对她说 渴望变美的种子就这样在女孩心中生根发芽 放学后 她和朋友们一起去了洗手间 烫发夹节毛涂唇膏 女孩也一直在想着怎么让自己变得更美 等到上高中的年纪 女孩们的裙子就变得越来越短了 全部变成大长腿 然而成绩却每况愈下 就这样她们被分在了全是学渣的班级 就连老师也是最差的 不管下面的同学如何吵闹 老师也丝毫不管不顾 而在老师眼中她们是这样的 但学生们一点也不介意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白天女孩们就会逃课 来到外面玩得不亦乐乎 而到了晚上 她们会在酒吧里跳到很晚才回家 只要不学习干啥都行 浪费了最好的青春 显然她们这一生都可能荒废了 不过在这些女孩之中 有人却出现了奇迹 女孩恐怕怎么也想不到 一年后她将由一个成绩垫底的学渣 彻底转变成读书学霸 并且成功进入日本最好的大学 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 女孩并没有天才头脑 也不是出身名门 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反而有个只知道纵容的妈妈 和一个偏心的老爸 女孩以为自己会平庸一生 然而就在这一天 命运出现了转折 就在高二的开学日 老师在她的书包中发现了一支烟 在学校里吸烟是坏习惯 女孩被领到了校长的办公室 校长让女孩说出一起抽烟的同党 否则就等着被开除吧 可就算如此 女孩还是一言不乏 不肯背叛自己的朋友 最后女孩被罚休学一个学期 回家的时候 女孩虽然表面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内心却早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废了 妈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如此颓废 于是给她报了个辅导班 据说辅导班的老师似乎有一种魔力 每一位在这里补习过的学渣 都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可就是这么一位神奇的老师 第一次看到女孩的时候 就被她的外表吓了一条 B双高跟鞋露大腿 金头发及其露肚臍的穿搭 老师都难以确定女孩真是来补习功课的吗 老师三言两语就与女孩拉近了距离 接下来 老师又给女孩发了一张卷纸 出乎意料的是 女孩的表现竟然出奇的好 没有任何的偏科 因为科目分数都是零分 要是换成别的补习老师 估计会气到吐血 但老师仍在安慰女孩 尽管答案都是错误的 但你已经填好了全部的空白 老师如此鼓励 也让女孩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夸赞 接着老师要求女孩设定一个大学目标 女孩却认为自己根本考不上大学 老师说无论能不能考上 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要不然报考轻盈大学怎么样 因为这个大学汇集了所有的英俊小伙 你肯定会爱死的 女孩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老师 因为轻盈大学可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之一 虽然女孩认为目标很是荒谬 但看着老师欣欣向荣的精神 最终还是在报名表上填上了轻盈两个字 女孩回家后 也开心对妈妈说自己要上轻盈大学 第二天一大早 女孩就骑着自行车去补习 老师从不过问她过去的生活情况 只看她是否愿意继续前进 并根据她取得的进展 给出有效的反馈 甚至还通过特别的教学方法 让她获得更多的知识 像是看滑稽的漫画来学习历史 通过游戏来记忆英语词汇 如果她回答不上来 那么她就会被罚去卸妆 女孩积极的心态也被激发了出来 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 老师也会发自内心替她开心 渐渐女孩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可以回家 她就被父亲狠狠地嘲笑了一顿 父亲没指望过她能有什么出息 认为学渣女儿去上个补习班就能考上大学 简直是天方夜谭 父亲宁愿把所有的心思都给自己的儿子 看着父亲对自己的冷淡 让女孩重新燃起了斗志 她必须拿出成绩来 然后女孩就更卖力学习了 她每天都是最早到补习班上课的 老师很是欣慰 甚至在放学回家途中 女孩也会利用碎片时间 把知识点都背了一遍 而在傍晚的时候 她的好朋友邀请她去KTV 女孩也会先把功课做好再唱歌 闺蜜本以为她是三分钟热度 可看到书上密密麻麻的记号 顿时陷入了沉思 女孩随着一天天跟老师的学习中 成绩也是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并且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楷模 希望能成为像老师那样能照亮他人 老师新颖的教学方法 也让女孩的求职欲不断增强 她一天比任何人都要用功好几倍 在暑假结束之前 女孩终于把初中的功课都学完了 就在新学期开始时 虽然女孩改变了不少 可班主任还是看不上她 在知道女孩申请的是轻盈大学的时候 班主任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认为她一定是忘吃药了吧 接着班主任怒气冲冲地找到女孩的补习老师 接着告诉她 不要再让女孩白日做梦了 设定那么高的目标 你一定会一头栽倒栽地 但补习老师却很平静地回答道 我认为没有不行的学生 只有不懂教学的教师 然而班主任却认为女孩式的垃圾 学渣还是别忘想早日放弃吧 说完班主任冷笑着走了 女孩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 补习老师会对她寄予如此厚望 女孩去找到老师向她道谢 接着老师递给了女孩一封信 老师对她说 里面的钱是本学期的学费 你妈妈为你筹钱供你读书 不但四处借了不少钱 而且每天打工做了好几份工作 女孩不想辜负母亲的期望 她比以前更努力了 但是当她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时 这才发现自己还差远了 直到看见大学的考试题 她总算是明白了 自己的学习成绩距离这所大学有多大 女孩甚至有些想要放弃 孤身一人来到天台郁郁寡欢 仿佛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已经晚了 接着老师走到身边安慰她 在老师极其耐心地开导下 女孩再次恢复了活力 她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所以她要更加努力 为了真正做出改变 于是她叫好姐妹把自己的头发剪短 去掉以前的艳妆 摒弃一切杂念来专心于学习 甚至换上了一身宽松的运动服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这跟她刚来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女孩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考大学 她开始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 感到有压力时 她就会埋头在枕头里大喊 只为打起精神坚持学习 可女孩用尽了一切办法和努力 女孩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之中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 甚至一度看不到未来 也找不到自我 迫于压力 女孩再次找到老师 而老师则建议她到轻盈大学放松一下 看看真实的轻盈大学是怎样的 可女孩却说这样只会让自己更加迷茫 自己不可能像老师那样总是积极向上 这时老师也很生气 怒到那就放弃吧 这样你永远都上不了大学 女孩也因此气呼呼地走了 她在大雨中哭泣着去找妈妈 看见妈妈在夜深时还在努力赚钱 她羞愧地抱着妈妈 不停地道歉 女孩在家里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 弟弟开始变得整天无所事事 和街头流氓在一起 她生气地告诉弟弟 不要再跟这帮人鬼混了 弟弟的三言两语就是女孩清醒过来 接着女孩和妈妈来到了轻盈大学 他们见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学习环境 每个学生都很有信心 女孩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美妙的学校生活 也是自己人生的向往 接着女孩急匆匆地跑到了老师那里 她为自己一度想要放弃而向老师表示歉意 老师说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 勇于面对是最好的办法 接着女孩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了学习中 终于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在这次模拟考试中 女孩拿到了好成绩 代表着女孩有五成的机会考上轻盈大学 父亲看到了这个成绩后 她的眼中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被她瞧不起的女儿竟有如此变化 直到考试那天 不料暴雪漫天 所有的道路变得交通停歇 正当女孩一脸茫然的时候 父亲请假回家了 他决定亲自送女儿去考场 女孩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爸爸的车了 因为他以前从来都是只关心弟弟 对女儿只有打击 想不到父亲竟然会有如此温馨的一面 父亲也知道他错了 女孩接着在考场上拼尽全力 从容而稳健地解答视觉 考试时也在反复回想老师的教诲 知识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就看她的心境了 最终女孩成功地答完了全部的视觉 总算是从那沉重的压力中挣脱出来 可以肆无忌惮地完了 回家没多久 就到了查看考试成绩的时候 女孩在电脑前输入了自己的学号 紧张地闭眼清楚鼠标 女孩这一刻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考上了 上前紧紧地拥抱老师 这一刻 女孩再也不是所有人眼中的笨蛋 也是被所有人认可上名校的天才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